父王母后的病 到现在仍治不好 我们得想个其他的办法 黄榜贴到每个村落 又有高官后路悬赏 如有绝招 早就有人接榜了 这不 天天有人来试 都是兴冲冲而来 似有包治百病的能耐 结果是灰溜溜败幸而走 对大王王后的病束手无策 父王现在不能亲自料理国事 得赶快让他立王储 你现在只是个驸马 只能替父王管些朝政 这名不正 言不顺 朝廷上又有丞相 那霍丞相又如此傲慢无礼 大权在握 这无所制约怎么能行呢 公主说得极是要想法让大王确立谁为王储 那还用问 你虽是二驻马 你虽是二驻马 武安邦 文治国 你是文状元 开胜此任 这事难说 我倒不在乎霍宇 只要我登上王位 就自有办法对付他 我担心的还是武大雄 他是大驸马 父王 父王对他过去不喜欢 但现今很器重 现在又有了兵权 你还看不出 父王是寄希望于 武大雄能与霍宇抗争 只要武大雄压制住霍宇 就有功在身 父王能不把王储给了他吗 所以现在 我根本不卖傻力气去料理国事 我要看看动静再说 以免为他人做嫁衣 快点 是 公主 如今驸马爷真成了大将军了 夫人 你还有心在此赏花 你这位大公主应该每日待在父王身边 父亲如此孝道 难怪父王喜欢你 把你留在宫中护卫 什么宫中护卫 不过是国舅爷的意思 给我个看门的产事 这是父王信任你 你还看不出来 现在父王提防的是霍丞相 对付霍丞相不靠你这个武状元 还靠谁 是啊 现在保王位靠的是我 将来登了王位 就说不准是谁了 你别担心 此时有我呢 父王面前我去说 我正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 现在二公主啊 可是一天三趟往宫中跑 可你却整日在府中自在 到时候如果大王真的立了孔蒙为王储 你这一辈子别想当娘娘 我也只能给人干一些抬轿子 帮别人娶媳妇的事 孔蒙文若书生 哪有半点君王相 不行 我得找父王去 慢 在父王面前 这话可不能说得太直了 要等大王心情好了再说 另外 国舅那里也得去一趟 她说话有分量 你放心 王室的事我比你明白 不仅国舅那儿 还有老太后那儿都得去呢 好 我说公主 这回我就放心了 来 坐 又新贴出了一张 看来大王和娘娘的病还没有治好 大王可是个仁德之君 太可怜了 大王眼瞎了 皇后又疯了 你们看 宫中可有好戏 现在是奸臣登道 贪官横行 国不乱等什么 这国一乱 遭殃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是啊 站住 皇宫有令 进出城门 殉悬看皇榜 快去 Keep Take the earth 神兵 oui 这个습니까 那国家这不乱了吗 这个国家不乱啊 是啊 什么样 這加不乱啊 怎么办 是怎么办 这老百姓 他說 走呀 这又是个能忍的 这女师傅肯定了不起啊 动场之下必有勇夫啊 凡是有道行的都想做做发财嘛 是 师傅 休听他们胡说 俗话说 有病乱投医 女师傅 您不妨试一试 是啊 救救大王 对 这是积德的事 真是黑衣之人 等着这个怪兵得想想办法 是啊 这还是有能忍的 确实但愿不治 姐姐 听说妹妹昨天就留在宫中护卫父王 辛苦了 姐姐这么放心不下 一天三趟往这跑也是够累心的了 是啊 父王母后变成这个样子做大公主的理当操劳啊 王室五子同是公主 还有什么大和小啊 孩儿叩见父王 孩儿叩见父王 叫你们不要整天来看我 躲在你们母后身边坐坐 孩儿刚去见过母后了 可每次母后只呼唤妙善的名字 并不理睬我们 母后神志不清 去了也得不到安慰 做女儿的见那样真难受 那你们就在家里坐坐 多陪陪驸马 武大雄在防范霍雨 禁止禁守每日操练兵马 护卫皇宫 哪有片刻时间回府啊 武大雄说了 有他在就有庙庄江山在 二驸马受父王的重托 不敢有半点的疏漏 每日批阅奏折文书 几乎通宵打蛋 孔蒙讲了 有他在啊 父王之夜就不会丢 启禀大王 宫外有一女道人接绑 说有要事求见大王 女道人 多大年岁 有何道法 启禀大王 二十岁上下 待男女道童各一个 未说出道法 只说是能医好大王的病 我对这些方式道数 不再抱希望了 让他们走吧 是 如果真是出自明家 真心为寡人治病 就让他们回去 请他们的师父来 大王 两月之中 尚无一位这般年纪的女子 敢来接吧 想必 一定是有些来头 何况 我们张榜招贤 不要错过任何机会和可能 不妨大王来试一试 是 这次如果再不行 寡人就不治了 选为驸马继位 我和王后 就在宫中等死了 传女道人进宫 是 你们回来了 妙善他们好吗 你问他吧 你们怎么不说话 你说呀 观礼 不能这么跟哥哥说话 我看哪 一定是他欺负你了 是不是 告诉大伯 大伯揍他 被你出去 不是 你亲口对大伯讲 来 怎么回事你说呀 妙善出什么事了 快告诉我妙善出什么事了 都怨我 怎么跟你们说呢 怎么了 怎么回事你就怎么说嘛 大伯 妙善去王城 给大王和王后治病去了 你 就告诉他了 妙善的亲生父母 是为妙善得的病 我们不能不管 另外我设想 如果我父母病了 有人担心我的安危 不告诉我这消息 我绝不会原谅他的 这道理 是这个道理 但是你想过没 妙善刚从虎口脱身 这次又入虎穴 这 这得冒多大的风险 是啊 昆凌跟我走 咱们去王城 嗯 慢点 你们兄妹 人单力薄 我去召集些人 咱们一起去 好 走 我也去 您请 这边请 请问三位道人从何而来 贫道久居华山 云游四海 陆京王城 闻大王王后患病 特接绑一事 特接绑一事 大王乃异国之尊 突然其政 非一般方式能医 不知道人功底无何啊 凡间其病 多有根由 医治这种病 并不在于功底 而全凭一个圆子 无缘白白费力 有缘受到病除 那就看 你与大王是否有缘 待贫道见过大王王后 就能知晓 请 他肯定不应该 有缘 了吧 他肯定不应该 有缘 的人 不应该 但我怎么会 有缘 有缘 他肯定不应该 有缘 有缘 你 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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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王后请来 缘分如何啊 缘分非浅 这么说 大师能让我重见光明 大王只因急火攻心 伤悲过肾所致 此病只有贫道能医 请大王坐起 坐在床前 娘娘驾到 哇 邪煞 善嘴 邪归 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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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善 邪善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大师 你怎么得知 我三女儿的名字啊 请扶大王王后坐下 龙女 善才 娶过敬萍典香 是 师父 请大王王后闭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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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搞的 父王和母后 这是怎么了 你们快说呀 莫荒 凭道自有办法 父王和母后到底怎么了 大王 王后病根已除 只是心智衰竭 如再服一剂药便可痊愈 那请大师快快下药 大王身边可有亲生女儿 我们便是 我们便是 这位是大公主 二公主 你这样看我们干什么 公主息怒 贫道久居深山 能在宫中见到两位公主 深感欣慰 还是请师父快快下药吧 此药还要靠两位公主 莫名其妙 我们又不懂你们的法术 无需你们的法术 只需你们各自身上的一块肉 为大王 王后煎汤用 以补大王 王后身体元气 如果吃我们身上的肉 就能治好大王 王后的病 还要你来干什么 你是否有意加害本公主 父王 母后让你们治得不省人事 现在又伤害我们的身体 你究竟按什么心 公主息怒 大王 王后的病急 确实要亲生骨肉的血肉进补 如若时候不遇 贫道甘愿被处死 那大公主 二公主就试试吧 我身体这么弱 平日破点皮 我都疼得睡不着觉 这要是割块肉下来 那我还怎么活呀 姐姐 你成婚多年 反正也不要什么好了 你就多割写下来替我好吗 我刚成婚一年 年纪轻轻的 不能就留下一块八呀 妹妹这是什么话 我体弱多病 你又不是不知道 要说怕老八难看 都是女人 你怕我就不怕 你太什么气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这活生生的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来 不用说我们金贵之身的公主 如果你身上的肉也能治病 你肯割一块肉下来吗 师父 能不能用其他的肉代替 人乃父母所生 血肉皆父母所赠 为医治父母及患所需 儿女理当在所不惜 公主的金贵之身 又是谁给的 几十年荣华富贵 靠的是谁 人生在世孝字为先 大王娘娘 如今只需公主身上的一块肉 公主只需忍得一时苦 难道公主就不肯了 事不在谁身上 当然会说 两位公主错了 如果两位公主执意不肯 平道的骨肉也能见效 那就割我的吧 师父 我 修药多严 快拿到来 师父 好清香的味儿啊 这是哪儿来的呀 是 好清香啊 好清香的味道啊 好香啊 好香啊 江肉用荷叶包好 放入水中煮烫 大王王后福后 不孝一日便可痊愈 如大王王后 真能治愈 道人功德无量 大王定会重重报上 平道只求治病救人 不求功名利路 平道告辞了 你这怎么能行 仙道刚刚割肉 伤身伤气 怎能不歇息调养 平道自回山中养戏 请大人放心 那请仙道在宫中歇息一日 明日待王后大王定警有了分晓 再做安排你看如何 就是嘛 人现在还躺着不省人事呢 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师父既然接了黄榜 就要有了结果再说走啊 再说总不能说好就好了 宫中规矩如此 还望仙道 既然是宫中规矩 宫中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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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宫中规矩 才是宫中规矩 既然是宫中规矩 才是宫中规矩 才是宫中规矩 哪个是宫中规矩 真正规矩 怎么呀 滋味不好受吧 丞相 你这法术用在 用在微臣的身上 写些要了微臣的命啊 我这只是劣势小技 让军师开开言 我只用了一分的功 就叫你变成这样 如果 我要是使出十分 还不叫人粉身碎骨 厉害 厉害 老夫再给你使上移山填海树 撒到成兵树 量力掏出我的手心 到那时 老夫就给亲取王位 一统添加了 丞相 法力无比 天下无敌啊 王宫里有什么东西啊 今天 有一女道人 带了一同男同女 进宫给大王和王后治病 据那女人讲 明日大王就可复明 王后也会苏醒 什么道人 有这么大的本事 这个我 我也没看到 只是听宫里的人说的 只是听宫里的人说的 我倒要看看 是哪家道士多管闲事 啊 死到人就是妙善呢 他好大的胆子竟敢闯进宫来了 也好 送这门来 就在宫里干不了他 太后驾到 走 我的孩儿好了吗 叩见老太后 老太后圣安 快快免礼 大王醒过来了吗 大王服了药以后 面色滋润睡得十分安稳 听宫里面 听宫里面讲 那女师傅说 大王今日病就能好 高兴的我呀 我等不及了 过来看看 大王 这 我看到了 我什么都看到了 我的眼睛好了 是啊 好了 恭喜大王 客气大王 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快给我更衣 快点 我要去看看王后 是 什么都看见 就是没看见母后 王后 算了 为了一个腰痕 你们就什么都不顾了 王后驾到 陛下 王后 你好了吗 全好了 全好了 真相做了一场噩梦 现在好了 我的眼睛也好了 快 快去 快去把那位女师傅给我请回来 是 王宫真大 房子可真多 师傅 你是在这儿出生的呀 真好 世道太不公平了 明明是公主 却不能住在王宫里 就是嘛 善才 此话太无五心 我对这里如此深情 不是迷恋王宫豪华富丽 而是因为这里是我的出生之地 王宫虽好 但毕竟紧固在方圆之中 在此成长 怎能生出为天下人的博大胸怀 宫外天地无限 乃是云云众生生存之地 与佛结缘 不与万众息息相通 岂能通晓人世沧桑 有今日的醒悟呢 师傅 内宫怎么还没有人来呢 大王和王后的病真的能好吗 不用着急 时辰已到 很快就会有人送信来的 嗯 先是 大王和王后病已痊愈 请先师到内宫寿风领赏 公公 我们随后就到 是 素素随我来啊 是 卖鱼这里 卖鱼iş 卖鱼 卖鱼 bonds 庙墙还在顾里 加油 新鲜的 菇菜 把鱼说 湯 活鱼了 活鱼了 大鱼了 你买鱼吗 先买活鱼了 不要了 不要了不要了 有没有大的 老天保佑 派仙师治好了我的病 让寡人重见光明 父王 我去把大驸马找来 武大兄要是知道父王母后病好了 我肯定会高兴极了 你看 还是姐姐会讲话 我也要把孔蒙找来 这些日子他睡不安吃不香 要是孔蒙知道了父王母后的病已经好了 今晚非最一次不可 见你们都如此孝顺 母后真高兴 孔蒙武大雄这些日子为我分担国事 保国平安出了不少力 在明日我定要召见他们 再做赏赐 今后我定加重用 好好培养 他们都能担当起社稷重任 但是 现在我急于见到的是为我治好病的那位先师 大王 大王 那位先师为治大王和王后的病 割下自己身上的肉 为大王和王后煎汤服下才有今日的奇效 还有这种药法 还有这种药法 难道他真是仙体 人肉还能治病 那位女道士说只有亲骨肉身上的肉便能治愈此病 只是见了两位公主不肯才用自己身上的肉下药的 先师到 好 请 贫道 叩见大王王后 快快请起 此座 此座 现师 为寡人和王后治好了病 本王不知道该如何感激 有缘在此 大王不必言谢 这全是贫道应尽之力 本王绝不失言 封你为一品官爵 黄金万两 你还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吧 本王全可医从 对 贫道行医治病救人 不取分文 云游四海 更不图朝中为官 那 仙道有什么要求 贫道 贫道 只有一件事 仙道快讲 贫道自幼失去亲生父母 如今 如今 能赐贫道 仔细看看大王 允许贫道 在王后膝下相依一下 已了贫道四母之情 谢父之心 这小小的要求 有何不可 只是 这太微薄了 如能应允贫道 就可借大王王后之身 要却贫道 对父母一片怀念 这是对贫道 最大的赏赐 寡人应允 也没有 海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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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现实如不忌讳 我倒很想认你为女 这不要钱不要官的 是想着法儿当公主啊 贫道自幼 有养父养母养大 他们对我恩终如山 无需再认父母 贫道心愿已了 请允贫道 叩拜告辞 仙道治好了本王和王后的疾病 无意相报 怎能受得起仙道如此的大礼呢 快快请起 开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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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竹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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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有旨 任何人不得入宫 如有疾事 可向孔驸马禀报 霍羽可希望两个狗鸣行要进宫 我看 妙善还在宫里 他们一定认出妙善 那怎么办 她是要出事 大家做好准备 听听动静再说 买青山的鱼 买活鱼 谁买鱼 什么人在此 原来是丞相 五驸马 我有要事要见大王 可这些人非要去禀报孔驸马 难道这一国之君是孔驸马吗 五驸马被大王受命守卫皇宫 这说明大王最看重的是五将军 能不能见大王 这说明大王在听五将军的吧 丞相 军师 要见大王有何事啊 能不能进门再说 我呀 请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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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